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今天恆志無端端不見幾百點 因為我們的偉大一才爺 就勾起我們傷心的爺 就是加完股票引花稅之後 他又說可能會再加的 哈哈市場 雖然之後他都澄清回 但是那個陰影仍在 搞到昨晚美國升了上去 但是香港開市就跟 跟著他講完之後就跌回頭了 跟上個禮拜講的一樣 暫時來看最大的支持 都是28,600 即是50天平均線的位置 下面再最大最大 最大終極的支持 就是26,000點了 希望28,600暫時守得住 過兩天就是兩會開始 兩會行程就會開始 市場裡面醞釀 究竟是電動車還是芯片 還是內循環會跑贏呢 以及今天國內講的大金融股 有沒有炒作空間呢 這一兩天會有個答案的 但是我想在炒兩會 一些相對 現在看來好像 是虛無飄渺的一些概念 但是之後會比較實在一點 暫時來看我覺得 電動車和芯片 都是會講得比較 concrete一點點 以及比較 行業化的 所以可以跟著這些先 至於你說內循環 會比較難觸摸 因為說真的 去到內需的層面的話 各行各業都可以 可以計及是一個內需來的 所以就比較難觸摸一點 所以主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些 芯片和電動車 A股正在炒大金融 即大內房 對不起 大內銀 或大內險 但是似乎 見到股價都不太跟蹤 在兩會開 即是3月4日開之前 可以留意一下 短線的話 一些內銀股 會不會做一些小型的反彈 感情呢